張部長,還有緣考會的宋主委 還有誰?還有 緣考會宋主委 緣考會宋主委 宋主委 我相信這個會集應該是你最後一個會集到司法委員會來對不對 國防會不用帶司法委員會 我說最後一個會集到司法委員會 謝謝委員指教 我們只要委員會有召集相關會議 我們有一點依依不捨 所以我在這邊呼籲我們所有的委員 今天解凍案就給他過 送給他最後一個禮 對不對 謝謝委員 聖主委 我最近看到你一些民調數字 做了一些民調 你知道嗎 但是我就在想說 為什麼我們的總統 我們的院長 我們各部會的首長的民調這麼低 民間媒體的確有做過相關的民調 那我們也有收集相關的資訊 提供給人參考 原因講出來就好 因為這個是民間新聞媒體所做的 我想大概就作為參考 罪魁禍首就在你旁邊左右兩個 我為什麼找出來你知道嗎 今天所有總統也好 院長也好 各部會所長民調這麼低 就是你剛好今天配得很好 就在你這兩邊 罪魁禍首的手 人事長你承認不承認 對 委員長 對 不太清楚 何以為獲勝 我可以告訴你 第一個 從這個 我們年終慰勞金被新建砍掉 哇 那時候所有的公務員 鐵票全部都 離心離德了 第一個關鍵 是 你承認不承認 年終慰勞金是經過議決的結果 對啊 所以就把退休公務員先反彈了 第二 張部長 年金部分 又把限職公務員 又把 剛才是把退休的砍掉 現在又把限職的公務員 又把它 對 年齡制度是一個大的政策方向 如果現在不改革的話 以後真的是 對 但是 你改的已經 砍到人家的骨頭去了 你知道嗎 已經把它砍死掉了 奄奄待斃了 所以你看 民調就低了 不過這 我們這只是 公務員部分 跟首長的民調並不直接有反價 我現在就跟你講 嚴格會主委 這個民調繼續低下去 明年選舉的話 有什麼嚴重性 你知道嗎 我想民調都是政府私人的參考項目之一 我說嚴重到會怎麼樣 第一個主席 黨主席可能 位置也不切保 院長的位置也可能不切保 如果顯得很爛的話 你知道嗎 這個後果很嚴重 所以我現在具體的跟人事長 建議一下 第一個 你今年年底之前 一定要發一封信 給所有的退休公務員 對不起他們 沒有照顧好他們 你知道嗎 所以年終未老其實沒有發 第一方面跟他 拜年 以人事長跟所有的退休的公務員 這個業務都是你管的嘛 你要跟退休公務員 寫一封信 跟他祝賀他們新年恭喜 第二個 年終未老其實沒有辦法讓大家滿意 所以你深以為深很抱歉 那考試驗前部長 你也要對所有的公務員 一樣的 年輕的改革對不起大家 我績效沒有做好 但是今年績效做得很好了 你要跟他講 你總是要對一些公務員有一個交代嘛 我會寫封信給所有的公務員 這個意見非常好 好 宋主委 我們民調出來的時候 有一個語情報道 行政院有沒有檢討過 這個民調為什麼這麼低 我們對各個定期性的民調 都會完成一個報告 不是有沒有檢討要怎麼改進 我們是請各個部會 作為這個市政的參考 那我們也會請各個部會 參照這裡面這個民調反應比較 你有沒有聽過指路為馬的 一個話題有沒有 請 有喔 秦奧氏的成像趙高 是是是 對不對 要進上皇帝的時候 叫人家拉了一批路出來 問這些文武百官 有的害羞的就不敢講話 弘馬拍屁的那就 欸 這批馬千里馬 一定功無不克 戰無不勝 對不對 其他的拍馬屁也是這樣講 我們現在官場就是這樣 都沒有切實去檢討 對不對 現在你看 財政部長為了姐姐台新銀行 並莊花銀行 就講說什麼 請兆豐銀行合併 這個台新銀行 喔 每一個部會所長 每一個委員都是 喔 呼應他 就是職位馬 為什麼 這個 我們張部長很清楚吧 公公股病 一點中效效果都沒有 我們要合併 企業要病 一定要考慮他的中效 對不對 都是這樣 再過來 我最近看到自由經濟示範區 我很傷心 聯考會主委 你們兩個都有參加行政宴宴會 現在各部會 提到意見以後 院長不敢財事 財事完了以後說歸零 那現在自由經濟示範區 條例什麼時候能夠通過 不知道 聖主委 這個叫效率就是完蛋了嘛 我們看一看 政府你看 我們的遺產稅 我們是 我們實質的關稅稅率 台灣是1.8 日本是1.2 2 大陸是4.1 韓國是6.8 我們關稅的實質稅率也是最低的 我們的有效稅率 台積電 你看我們台積電8.6 三星是20.3 英特爾是26 你看我們實質稅率低 我們投資環境這麼好 為什麼沒有人來 各位為什麼沒有人來 就是效率嘛 政府的效率太低了嘛 所以我就在想說 剛剛我講 我很嚴肅講這個問題 明年選舉選不好 總統的黨主席也沒有了 院長的院長位置也不保 你知道嗎 這是很嚴重的問題 不是開玩笑的問題 宋主委你同意這看法嗎 謝謝委員的指教 我想我們負責民調的這個工作 我們也會收集相關的資訊給個部位參考 我簡單問你 你認為現在拉民調最有效的方法是什麼 目前我們 由我們定期心的民調看得到 就是以最好的行政效率做最好的服務 還是公務員應該盡得值得 我跟你講拉 我們要得民心 所以我現在也幫你們行政院 一個忙 我要提出減薪條例 你知道上一次減薪條例 提早放出來有多少人 這大了死去啊 你們不知道 對不對 這大了死去啊 對96年減薪啊 已經放出來 減薪啊 六萬多人 不是減薪 減薪 減薪啊 對 我才不會像你這樣要減薪耶 對不對 對不對 你看最近在談那個 年終獎金 公務員的年終獎金多少個月 1.5吧 1.5吧 1.5再加上考級獎金一個月 2.5個月 對不對 我們公營事業幾乎都是超過3個月 我們私人企業 我們公營銀行 我們行庫都是7個月 8個月 對不對 今天我看台數最少4.8個月 公務員還是穿偏低的喔 是不是 所以 你們兩個 左右兩個戶啊 都要負責任耶 嚴稿會主委 是 我剛才講的齊勉 真的我希望你們行政團隊 我們就以看最低的民調的 那個張家住部長 我真的覺得是虐待他你知道嗎 他這麼好的人才是交通驗輸的人才 結果擺到經驗會 為之擺錯嘛 讓他自己做的也很痛苦 我早上才跟我們賴事堡委員講 他連氣管的 他來當經濟部長可能還比他管得好 對不對 郭文明事業一定把他管得很好 對不對 所以他擺錯位置你知道嗎 對他來講是一種虐待 對我們國家經濟來講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你知道嗎 所以我具體你回去跟院長報告 今年寒假第一波一定要人事調整 他如果人事不調整 我跟你講 年底他自己的位置都不保 明年年底真的 一定要做一些調整 你不調整 不趕快拉高人氣的話 明年底前幾他自己位置也沒有了 總統的黨主席可能也 自己也不好意思坐下去 所以我今天特別以這個數字看看 我再看 我再看 你們推動的 我的一政府 我既然看到有百分之六十幾的人 不知道我們政府已經在推動一政府 你的民調裡面不是六十一點都不知道嗎 還有加強廣勸 是路口網 路口網 對啊 不知道啊 而且六十幾%沒有用過 我們的設備不是記號在那裡嗎 我們再來加強廣勸 所以我是覺得真的政府病得很重 真的病得很重 以我們過去在政府機關來看的話 怎麼會有這麼多人 連民調百分之十都不知道 那如果像我們嫌疾的話 怎麼去嫌啊 對不對 像這樣的數字出來 我們怎麼去嫌疾啊 好 語重心長 好不好 謝謝文治教 我在總知情人都誇獎過你喔 說你是最好的跟民意在機關溝通最好的一個人 但是我希望你今天我所講的語重心長的話 回去跟院長報告 好 然後你們兩個馬上寫一封信給退休到跟縣職公園 跟人家道歉 對不對 沒有做好這個位置 好 然後第二個呢 一定要跟院長報告 你不做一個適度的內閣的調整的話 人氣沒有辦法拉起來的話 他年底他自己的位置都會不保 真的 好不好 好 謝謝啊 接著請賴世保委員發言